這是龍鏡南路 日本時代這顆粒子 最多是紅麥芝本町 日本時代這是一棟紅森的廚 現在可以看到日本時代的建築模油 只有這間而已 這間是現出日本行都的 島金製作所本廁 島金四馬子是日本的愛迪生 這間公司是日本十大發明家族 到現在很多日本第一 比如說世界醫療用的X光機 工業用的瓦斯紀錄器 和工業用的X光裝置 光學測量儀器到現在都是不斷的創新 它的疫苗有2100億一票 差不多有30幾間的自公司 和30幾個海外的據點 完工八千人 在他們公司的網站裡面 有說到193年來到台灣 設立了分點 那就是現在 東京南路一段35號 那間Notch咖啡 建築有一段很久的時間 叫做豐埔茶莊 所以這時候就將前前前前後 這個地方的跡境 全部都被圍繞出來 這間公司 曾經出現這個人 叫做田中更衣 他是諾貝爾化學獎的得主 他不是普通 也不是稠 在中的時候 沒人知道他是什麼人 他也想說 可能是有人要創立 這時候公司 要給他部長的職位 他也沒有 但是要給他 民族報酬的大學一大堆 現在這位團體中的人物 聽說正在研究 要如何為這個職位 裡面去檢查出 感情到未來 有可能這條老人自在證明 但是這些故事 都一定 讓人慢慢 自己不經理 我知道地劇 也知道 房子也沒聽 大家可以去那裡看看